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自治時期的砍伐量從1912年到1945年 你看它砍伐的生理面積是18400多公頃 然後它的那個裁積量是663萬多立方公尺 可是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那個大伐木時代的砍伐量跟砍伐面積 然後日本人在砍伐阿里山林場的時候 後來因為發生一些事情 譬如說煮出來米是紅色等等的 然後聽說有三妹等等 後來他們有建了一個樹林塔 所以秦善河的金工被那個公字沒有露頭 那個公字就是沒有突出去沒有露頭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種表現 好 那我們就進入那個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政府時期的政策 國民政府時期剛開始的政策就是移農養工 然後移農養工 然後後來慢慢的話就是進口替代 然後再後來就是出口導向 所以整個的發展的方向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的話最主要的話就是說 移農養工的過程當中的話 可能因為文化的習氣不太好 所以說台灣的森林就面臨了非常大的 非常悲慘的命運 我們就陸陸續續來看 所以國民政府時期要強調的就是那個 第一個就是大伐木 他建了很多很多的領導大伐木 然後第二個他就是建橫貫公路 建橫貫公路北中南那個其實還好 就是心中橫的時候就是碰到問題 那個就是一個台灣開始反省說 人要怎麼跟自然相處的一個契機的開始 好 台灣森林大砍伐時代與森林保護運動 這個單大林道的案例 應該有人去過單大林道吧 沒有啊 單大林道又稱為那個孫海林道 這個在那個1958年之前的話 就是有那個孫海大概透過一些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孫海 孫海跟林務局的 甚至跟那個蔣介石身邊的一些人都有一些聯繫 然後後來聽說那個蔣介石會在日月潭旁邊的一些行館出現 然後孫海就假裝在那邊慢跑 然後就巧遇 然後後來就談那個 談這個伐木權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傳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也不太能夠確定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取得了單大林道之後 他就很快的就是用三千多人的人力 然後就花了很多錢去那個開這條林道 然後開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他的資金也是用完了 所以他後來的錢其實有用那個美元的那個 單大林道 單大林道我去過兩次 其實當時最主要是要去七彩湖 然後第一次去的時候 去到一半就要走很遠很遠的路 才可以到七彩湖 可是第一次去的時候是七彩湖 不是七彩湖 然後第二次去的時候 就哇 那個因為當時有高壓電線在那邊逐路 所以第二次去的時候 去到那邊走幾百公尺翻越一個山頭 然後就到 第二次去就 這個花就完全不一樣 那個路況非常的不好 然後當時其實 其實孫海林道當時就正倉木材工廠 然後他們當時是想要連鎖開發 所以很多他們本來說要種果樹果園 可是後來是種高冷蔬菜 當時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農場 叫丹野農場 這個就是正倉木業在那個車程的那個 他現在已經轉型為那個觀光工廠 所以正倉他開採那個丹大林道以後 砍了非常非常多的木頭 我第一次去丹大的時候 就在一個雜貨店的旁邊 就看到那個木頭整排 很矮的木頭這樣整排整排排著 那種情景就非常的 有一點令人非常不舒服的感覺 就有一點森林坟場的感覺 然後那一家雜貨店 又養了一隻那個心鴨 把那個心鴨關在一個籠子裡面 然後心鴨的眼睛就發出那種很奇特的光芒 所以第一次去的感覺非常的詭異 所以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丹大林道真的砍了非常非常多的木頭 包括那個日本明治神殿前面的鳥具的那個大木頭 都是他們處理的 他們砍完之後要先進兩年 然後去的時候還要再經過處理 經過好幾年的過程 才能夠成為那個 像明治神功等等神殿鳥具的那個 所以是非常的那個 這個是那個鎮商物業在車程的那個觀光工廠 當時的話就是那個建那個 建那個拉高壓電線拉到東 從西部拉到東部 接那個林田山那個萬榮林道 七彩湖 七彩湖其實很漂亮 哇那個第二次去的 我的那個照片都已經褪色了 所以都看不出那個漂亮 所以1975年以後 檜木林的生產量就大減 所以就那個砍伐量就變得很少 然後 林武局為了要砍木頭 所以他就推出一個林項改良 他認為那個雜木 他的說法就是那個雜木 你那個闊葉林 看起來都太難看了 要全部把它砍掉 然後栽種那個 看起來很好看的那個真葉林 有用的木頭 這樣才能夠大量的運用 這就是林項改良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那個 這個就是為了伐木 然後林項變跟林項改良 就是當時他們去說服那個一項說法 然後砍下來 剛開始是砍有用的塊木等等外銷 然後後來是砍雜木 然後就做紫漿 在那個 後來花蓮那個中華紫漿 我們沒有去看 那排出來的水 非常的 整個都是白色 整個都是那個 非常恐怖的水 然後第一次森林運動的話 就是那個 1988年 1988年我那個時候還在美國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 賴春彪 他當時是那個人間雜誌的攝影記者 然後他有一次去那個丹大林道 就發現說 好像不太對 那邊的那個整個 砍伐的那個 砍伐的 砍伐的作業 還有種那個高麗菜等等的 都覺得不太對 然後他就想 想借顧進去那個拍那個地方 拍他們砍伐的作業 可是被擋下來 可是人間雜誌就覺得說 這個議題非常好 他們想要做這個 可是你缺乏 缺乏照片的話 就缺乏那個震撼力 然後後來賴春彪就從那個林田山 從那個萬榮林道進去 然後沒想到萬榮林道的另外一個人 就很大方就讓他拍 所以他就有那個 有照片 又有文字 又有那個 然後就揭發那個 單大林道的那個砍伐的那個 這個就是第一次的 然後後來的森林運動的話就是 用那個大卡車載著那個大木頭 然後在台北遊行抗議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所以1989年7月的話就是 林務局的話就是 由事業單位改成事務單位 事業單位是賺錢的 事務單位是政府要撥預算的 他們其實非常不滿 他們因為林務局是一個肥缺 砍木頭的話 我曾經去那個宜蘭羅東 去跟一個那個 當地的那個砍木材的大亨的少東 他家住了一個晚上 我就有跟他 我就有跟他那個訪談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以前那個他們就標那個山上木頭 比如說這一塊是象山 然後標下來的時候 林務局的人就來 然後喝一次酒 那個範圍就擴大一次 然後喝第二次 範圍又擴大一次 所以對林務局的人來講 那個是一個非常非的一個非缺 所以他們都不願意那個 所以這個是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大的打擊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然後到了那個1990年的話 就禁法天然林 然後各位看一下那個 從1945年到1990年 他們砍了多少面積 34萬4千多公頃 然後那個砍伐的那個立方公尺 然後那個砍伐的那個立方公尺 是四千四百 四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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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真的是 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跟那個比一下 跟日本的比一下 日本時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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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砍了那個 一萬一萬八千多公頃 然後剛才的那個是 然後剛才的那個是 看一下 三十四萬 一萬八千 對三十四萬 一萬八千 所以說 各位可以在台灣各地看到很多林道 大漢林道 立家林道 大雪山林道 什麼林道 岩平林道 什麼林道 一大堆林道 都是在那個時候的 所以就砍了三十四 從一萬八千多公頃 暴增到三十四萬多公頃 然後那個數量就是 從六百多萬變成四千多萬立方公頃 所以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這也是台灣的山林 在遭受大量砍伐之後 使我們現在上山的話 就比較沒有辦法看到雄偉的快木林的原因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然後第二次的生理運動 就是陳一峰在六個月那天發現 有偷砍矩木跟木頭的 樹頭的那個狀況 所以後來就那個 所以經過這次事件的話 就全面進法天然林 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樹林 重要區域的樹林 然後第三次的話 就是那個孤立島墓 就是退府會 退府會砍孤立島墓 其實也是很有利頭的 所以他們就是 當時就是認為說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快木林缺乏整理 然後需要那個 有一些孤立島墓等等等等的 都要經過砍伐 經過整理之後 才能夠使它更健康 可是事實的狀況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有去那個七蘭山的燕陽湖 跟一些人去 一起去做調查 包括公司的那個科金園 我們都有一起去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那個快木林的炎蒂 自然炎蒂非常的好 比如說它有一棵 一棵可能兩三千年的大樹 倒下來之後 它在上面也會長快木 我們就發現有一棵 在上面長了三棵快木 一棵兩百多年 一棵三百多年 一棵五百多年 所以它的自然眼力 其實是有它的一套 非常自然的一個循環 所以他們就是利用這個方法 就是說他們要砍樹 就是要維持他們的健康 這是照片的雲退色 我當然是去七蘭山的鴛鴦湖那邊 就看他們那個孤立島墓 他們就是以寶玉為名 然後目的就是要砍伐珍貴的快木林 我們當時就有去那個 看 當時就有很多的木頭 還有很多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卷陽機 卷陽機就是跟那個礦坑的那個田恰一樣 卷陽機 所以他們在吊木頭的 這個就是他們做的記號 他們那個孤立島墓都有特別去做記號 就是說這個要砍伐 這個要砍伐 這個要砍伐 每一顆孤立島墓都有 所以說那個 所以後來的話就是那個 發起那個第三次的那個聖靈運動 然後第三次的聖靈運動之後的話 就是政府最後就下令那個退伐會不准再砍塊木 所以才終結那個 可是台灣的造林 也是那個 有太多太多的柳山林 柳山的話就是 日本人認為說柳山是他們最好的木頭 可是一直到台灣來的時候 剛開始中午的時候大概前十年不錯 可是十年以後的話就不行了 最少是氣候不太適合 然後日本時代的話就是 這個是 後來的話那個七蘭山那邊原本要設立 然後告國家公園 可是經過很多的學者努力 然後他們是希望說 由原住民來管理這個國家公園 然後後來經過很多的努力之後 後來在政治力的介入之下 還是無疾而終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台灣的山林 如果能夠跟原住民的文化 讓他們去適當的去管理的話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不然像現在的國家公園 幾乎都是要靠考試 幾乎都是那個漢人的 漢人才有辦法那個 然後原住民頂多在那邊掃地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是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有些時候的話就是那個 李與利 其實是不一定能夠那個 這個是很困難的那個 可是台灣還有最後的檜木林 台灣最後的檜木林在哪裡 就在雪山山脈的核心區域 比如說像拉拉山 然後像司馬庫斯的神木區 像正希堡的神木區 等那一線的那個 像南部雖然也有 像那個玉山 像塔拉加也有一棵塔拉加神木 可是那算是很少的 主要的神木區還是在那個 雪山山脈的核心區 包括那個巴伏月嶺到 都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小的那個檜木 然後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保留 那個檜木林呢 這個就跟這個地方的地理個性有關係 因為這個地方 你要做林道進去不太容易 因為那個整個山谷的切割 跟那個非常的陡峭 所以你要做林道進去 要花很大的力氣 可能會不負成本 所以當時就 就這一塊就是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才被保留下來 司馬庫斯的話就是那個黑色部落 所謂的黑色部落的話就是 電是最晚 電最晚到達的部落 它的地理個性其實就是 整個山高 山其實也不算很高 可是非常的陡峭 然後溪流非常 沖刷的非常的厲害 它是那個淡水河的上游 大岸溪的上游 塔克金溪 薩克金溪 像馬力庫蘭溪等等 等等的一些溪的那個 匯聚的那個地方 這個司馬庫斯 我他們發現檜木林之後 大概兩三年 我就有跟原住民的團體進去看 當時走到神木區 大概要花三四個小時 因為當時還沒有做橋 所以碰到一個溪就要繞那個溪谷 繞那個溪谷 走很久很久才到 所以是非常辛苦 所以他們是那個 他們是後來才發現檜木林的 然後他們那個地方的跟外面的聯絡到非常不方便 比如說他們要到下巴林 要到那個 那個都要走 一直都要走四五個小時的路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這個是 這個是當時去的時候的那個 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現在 當時就要繞溪谷 碰到一個溪谷就要繞 碰到一個溪谷就要繞 所以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哇 走了很久很久 大概 花了大概將近四個小時才走到 然後走回來 就走很久很久 然後上次去的時候 大概走一個小時就到了 那個 差很多 路都做 這個是那個司馬庫斯的神木 國民政府時期的話就是 大開路時期 大開路時期的話就是 取代原有的那個高山越嶺道 然後用路去那個 所以就開中橫、北橫、南橫三天 一條橫貫公路 中橫 中橫的話當然就是那個最重要的一條橫貫公路 然後在開的時候的話 他們同時也把那個 那個 因為當時就是有一些那個 退出魚貫賓 一起開的嘛 所以在開的後期的話 第一個設的就是那個福壽山農場 福壽山農場 當時在建的時候 還供應他們那個蔬菜 開路的一些人員的蔬菜 然後後來又陸陸續續 開了那個武林農場 跟那個清淨農場 然後清淨農場 然後清淨農場 還是由那個好像 還不錯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農業上山的影響 全面它其實只是一個示範 示範之後後面的人就陸陸續續的 從阿里山的茶等等 就從離山的那個農業 環山部落農業等等 就會造成比較不好的現象 所以就會形成土石油的後遺症 這個中環是非常陡峭的一個路 其實是非常美 非常美非常 延伸出三大農場 武林清淨跟福壽山 武林農場 相信大家都去過 我記得第一次爬雪山 就是從武林農場上去七卡山莊 然後再到3693莊 去爬的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3693莊都還沒有床 我們就睡地上 然後當時下大雪 然後就去跟林務局的人借兵爪 其實非常危險 清淨農場 清淨農場他們原本就是 泰雅族人在那邊放牧的地方 在日本時代在那邊放牧的地方 然後後來的話就沉寂那個牧場的經營 可是後來有一年突然發現說他們有建了一些國民賓館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那間國民賓館的營業額超過其他所有的 所有放牧等等 種菜的營業額 所以從此之後 他們就走那個觀光路線 然後後來那個齊柏林就拍了一張那個 滿滿都是那個民宿的那個照片就給我看 他就說這個清淨農場這樣還像話嗎 可是這個也是他們的微生之道 他們發現說原來從事觀光旅遊 比那個種菜放牧賺的還更多 這個就是清淨農場 北橫的話就是有一條那個便道 他那個三星到那個的便道 從腳板山到三星的便道所改成 所以就比較方便 北橫榮華坝 榮華坝其實也是 北橫其實也是有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很精彩的步道 南橫 南橫最主要是由觀山越嶺到附近所組成的 最有名的話就是那個中之關步道 新中橫 新中橫的話 新中橫這個就比較有趣 新中橫 新中橫他最主要原本的話就是 是預計要從八通關越嶺到一直租到玉嶺 所以他當時就有經過很多次的探勘 大概從那個1977年之後的話 陸陸續續公務局 當時的公務局就組織一批人去探勘 然後探勘之後的話就是 後來有陸陸續續的一些報告回來 然後後來本來就 本來是要從那個水里到玉嶺 然後再到那個玉嶺 可是後來又增加了 增加一條那個 嘉義到那個 嘉義到玉嶺的那個線 這個新中橫 我們現在爬玉嶺會這麼簡單 其實跟新中橫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新中橫可以直接到塔塔家安部 然後大概再稍微走一下 就到排雲山莊 然後再上去就到了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每個月我可以多會點錢回家 有管理員 有公社 跟鄰居也處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還可以申請三房的房型 讓幸福住進來 社會住宅 雙方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 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 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 與市產業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 1966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謝謝 請大家準備 來 胡桃 走 小心 一年前 媽 媽 媽 兒子 媽 兒子 媽 兒子 媽 哥 你趕快 走 走 走 在1966的協助 從婦女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我會給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以後我們出門 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